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你们一齐来收听《空中结缘》 今天的节目开始是继续讲《八大人国经》 接着是一个孝道的剧化故事 最后是解答听众的来讯 现在就请叶文义居士 跟我们讲《八大人国经》 各位听众 今天佛经讲座的题目是 《八大人国经简介之四》 上三次连续讲了六个觉悟 今天是第七个觉悟 经文是这样说的 第七 觉悟五欲过患 虽为族人 不染世乐 常念三衣 雅撥法器 致愿出家 首度清白 凡行高远 慈悲一切 第七个觉悟 仍然以小欲首度 来做觉悟中心的 这一处是特别指明了五欲的 五欲就有两种意义 一种就是 财、色、名、食、睡 即是说 金钱、色情、名誉、食物 和睡眠的 这五种事物 都是逐世人生活上的一部分 来的 不过这五种事物的誘惑性太大了 如果支配得不好 就很容易被它沉迷了 而五欲另外一个意义就是 色、声、香、味、粥 这五样的境界 都是我们人日常生活在其中的 它亦都会给了我们很多的誘惑性的 所以我们要很慎重的来处理它 不要给它是令到我们迷移不返 那就是说我们应该节制自己 佛陀指导世人不要中欲 但是不是说禁止了 不准别人享受的 事举一个例 当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就有一位妇庸 住在皮舍离城的 他是读信佛教 而且道行的境界也都是很高妙 当时他示现的境遇 就是有妻室有儿女 也都有很多家人奴婢 他的生活过得很舒适 根据佛经上面说 是有妻子常修凡行 同时又说他 厌凡夫事不舍道法 这四句说话就是说 这位维摩居士 他虽然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但是对于佛陀所教训的道理 他都没有忘记 他自己也都修行内心禅定的功夫 也都在世间和大众结缘 除此以外 对于日常的生活游乐等等 他也都与众同乐 同时他道了是很多人的 连释迦牟尼佛的大小城弟子 对他都是十分恭敬的 所以在第七角那里 指导世俗居家之事 在生活之中 也都是应该要时尝 自己检讨 觉醒 一方面也都要守规矩 有良好高尚的品德 但是也都应该要清淡过活 至于内心上是很应该 谦静、安详、自在 将那些不良的情绪 例如贪欲、真恨、愚痴 尽量放下、尽量解脱 那么个人的情绪就会安定的了 至于在外在的生活行动 就是应该关心社会福利的事务 凡是自己力量能够做得到的 都应该尽力而为 如果我们经常都关心大众的话 那就是跟大众结了善缘 也都是中了善恩 除此以外 我们的心灵都经常是有所思想的 佛陀就指导我们 应该经常怀念着出家 各位出家的意义就是有两点的 一种就是世俗人 他发心出家学道 就是比优比优来 但是另外一种的意义呢 就不论真俗人等 也都是应该怀念着出三界六道之家 佛陀说我们大家在这个三界里居住 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 好像被一个大的家庭犯为了一样 我们在这个三界六道之中 生死轮回的 无有了期 所以佛陀说大家应该要发愿 跳出这个三界六道之家 如果我们经常是没有忘记到这一种最高的理想 那么我们就自然会注意到如何去修行 这种修行也不是很严肃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很容易做到的 就是教我们要注意解脱内心的烦恼 如果我们经常能够这样做的话 那么我们的生活呢 就自然是有很纯洁的程度了 至于第八角之呢 就是这样说的 生死自然 苦老无量 发大成心 普制一切 愿代众生 受无量苦 令诸众生 不景大乐 这个生死自然呢 就是这样的 当我们在这个世间的时候 就有所谓八样的苦老呢 是环绕着的 第一种 是生存上面的苦老 例如 会有生活的压力 迫白 也都经常会受到 战争 炮火 那些的侵害 至于在生活上的 挣扎 烦恼 都是尤其如舌 及知到老年的 惆怅 疾病的侵扎 以及死亡的无可奈何 这些呢 四苦啊 都普遍 每个人都受到的 至于其他那四种 在求不得苦 或者在感情上 在物质上的需求 而不如意的 另外有怨憎恶苦 例如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事物 但是呢 又会遇到的 例如一些不和諧的婚姻 或者是一些不快乐的事情 甚至到我们经常遇到的蚊虫啊 室啊 或者老鼠啊 这些呢 在日常生活都容易碰到的 似乎是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当我们遇到它的时候呢 亦都是一种烦恼来的 佛家都叫这些做怨憎恶苦 还有恩爱别离苦 在感情道或者物质道 好欢喜了 但是呢 众岁都会生离死别的 最后一种是五音至圣苦 是生命里头的一般苦老的 每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上呢 都受到这八苦来交逼 如果在一些文明的社会里头 还好 如果在一些落后的民族 或者黑暗的社会里头呢 这些苦老呢 就更加如火上加油 迫白到不得了了 佛陀就解释说 这些苦老的来源啊 就是我们内心的贪真痴结果了 所以我们要断八苦呢 就要调整我们内心的情绪了 当我们将内心的情绪 调和安静甜然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生活反应啊 也都会比较和谐 纯洁清静快乐 但是这些只不过是 重善恩得善果 也都不会解脱生死轮回的 佛家认为解脱生死轮回呢 最高的方法就是要自正其意 是要将我们的内心情绪 依靠禅定和波野智慧 将它绝缘 当我们的内心的一切情绪都清静之后呢 我们自不然是会解脱这个生死烦恼的 那就是说将那些有烦恼的生命 转移为没有烦恼的生命 那当我们达到转式成智的时候 那也都是成为觉者了 那成了觉者之后呢 还要回来这个世间普道众生的 大乘佛教的可贵地方 就是好像这个经文说 愿代众生受无量苦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 他只是顾着自己 一方面是他的心意这样 第二方面也是他的能力 只可以顾着自己 以及自己身边小小的亲人 至于广大的众生呢 他事实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做到的 但是如果发了大乘菩萨心 而他是能够真真正正 照着菩萨道来行的话呢 他能够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自己的慈悲心是大 那他那个普道众生的理想呢 也都必然跟着广阔 所以佛陀教训大家 要令到众生在这个生死流转之中 那么多苦路迫白的世界呢 尽可能少一点少一点的苦路 最后彻底解脱的 各位听众 这个八大人国呢 到这里就是讲完这八种的苦路了 但是他最后还有几句的 这几句的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人在日常生活之中 经常正宗是思维这八种的觉悟 时时拿他来做内心的观照 经常念自己也都念他人 同时也都思维我们历代的父母 他是将我们的生命带到来这个世界 我们呢是应该在这个社会里做一个好的公民 同时我们也都要思维 觉悟 到我们自己成为觉者 那就真真正正是能够报答到我们历生历世的父母恩德了 空中结束 接着有一节佛经故事是《孝道》 请各位收听 请各位收听 你這畜生怎麼這麼不生性啊, 這頭啊, 你還走下去, 這尺三尖八角, 這麼滑, 這麼難走, 滑了下來, 你不死, 我就死了 這裏有個潭, 原來這畜生想喝水, 所以飆了下來, 好, 我下馬仙等你飲飽它, 伦俊, 這裏是哪裏呢, 三邊都是岩石, 懸崖超壁, 中下來不跌死都算大命, 現在怎上得回去呢, 那邊就是樹林, 那些樹這麼密, 又有藤, 又有辣, 看進去是黑漆漆的, 怎麼辦呢, 在這裏沒有人知道的, 我怎麼回得出去呢,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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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死畜生還在吵冤大閉, 還被你害不夠嗎,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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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死畜生還在吵冤大閉, 還被你害不夠嗎, 救命啊, 救命啊 耍死你啊, 你還想走, 你跑去哪裏呢? 你想爬上去啊?真的不企量啊, 那些是岩石你,散散滑滑, 剪死你啊, 你還不放回他嗎?已撮來拿, 下吧! 夠了, 她才還以為攸的花圃胡說, 喂, แล, 伯瑪蛇, 伯瑪 夠了好了, 沒辦法了吧, 我先跟著她吧 你怎麼這麼多擒勞絲芒? 又有蠟又有蚊, 陰陰心心的 這是什麼? 好像頭髮一樣倒下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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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救命啊! 你在哪兒啊? 是我啊! 我在這裡啊! 喂!我在這裡啊! 哦!原來你在這裡啊! 你掉了在地上, 還在流血啊! 唉! 我是在山上跌下來, 在那個潭側那裡捐進來的 哦!原來是這樣! 你在山上跌下來沒事啊! 真是幸運啊! 小孩子, 我是騎在馬背衝下來的 唉! 每天都是我的家爐啦! 當然是他沒有給水, 那隻馬喝 所以他一見到水, 就飆了下來喝水了 現在我的家爐不知道我在這裡啊! 你做什麼會流血啊! 我追我隻馬啦! 不知道為什麼在樹上面, 有些長頭髮這樣倒下來 我不知道是什麼鬼怪, 驚起來上來 對他一軟而已, 就整個人惯下了 拆損了流血啊! 不用怕啊! 啊! 那些不是頭髮來的啊! 是榕樹的鬚來的啊! 哦! 是榕樹鬚來的啊! 我現在沒那麼怕啊! 對了! 你是誰啊? 你又會在這裡啊! 小孩子! 我叫做阿信啊! 我是進來摘野生果的! 剛才我聽見有人叫救命! 這樣, 我就撥開些草來看看啦! 現在, 我帶你出去啊! 好啊!好啊! 麻煩你啊! 你帶路啊! 松山! 還不走? 在那裡爛死啊! 走啊! 嘩! 又有馬騎! 又有家路! 又穿得這麼漂亮啊! 當然是有錢人來的啦! 你來這裡做什麼啊! 哦! 我告訴你啊! 我是家安公子! 我爸爸是大官來的! 是呀! 我們由鄉下家裡入省城 經過這裡! 見到這裡的風景多好啊! 就打獵玩一下啊! 怎知道又發生了意外了! 哦! 原來是這樣! 是啊! 這裡是大路了! 你跟著這裡走就可以回入省的了! 哦! 那你呢? 你去哪裡啊? 對了啦! 阿信! 和我入省玩一下! 我回家了! 我爸媽等著我回去的! 哦! 他們等著你啊! 那你一個人又入山那麼遠? 我入山不是玩的! 是摘野山果子給他們吃的! 啊! 真的? 進來那麼遠摘野山果子啊! 是不是這裡的果子甜點好吃點呢? 不是的! 不過自己摘不用去買嘛! 那又是! 那有些什麼果子啊? 有香蕉啦! 菠蘿啦! 蘑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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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石榴啊! 啊! 時時都有啊! 不過入山呢! 小人到的地方就多些啊! 啊! 我以為什麼珍貴的果子啊! 香蕉蘑菠啦! 蘑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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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เอ鹿啦! someplace去吃水果! 你呢就走過來吃他們呀! Uh! 是啊! 他們今天沒有吃過新鮮的水果的啦! 家安公子, 你不明白了。 怎樣? 啊! 我們我們吃水果不是當 Éauen water크�rator 摘算 supplies the food price Club- 只ため così como菜, 要是 пал飯餐 agora turns早這天, 我爸媽還沒有吃過素的了 americuuya? 現在我回家了, 你 pone解 pro hot媽 Ponad 沒事的! 啊! 啊! earlier calcium La Nunji迷ott 呃! 阿信, 你回來了, 你就跟誰說話 爸爸, 我是跟家安公子說話 什麼? 你跟家安公子說話? 怎麼你這麼大膽 是呀, 公子是貴族 你不要這麼隨便, 回來了 你在哪裡? 我就是站在門口, 爸爸 爸爸, 站在門口, 很涼爽的 吃個芒果吧 這個芒果夠熟, 很甜的 是呀? 媽, 你用這個, 很大的 我幫你撕開皮 好, 吃芒果好 不過我不吃完 你過來, 讓我摸一下你 今天肯定好了 你看, 你的臉很生氣 是呀, 讓我摸一下 是呀, 很生氣 你快點抹一下臉 讓我進去, 拿一條布給你 不用了, 媽 你坐下, 讓我自己拿 是呀, 是呀 讓阿信自己拿吧 你跟我盲摸摸, 動下又跌倒 有甚麼胃 阿信, 你過來 公主, 原來你還未走 還未 我還以為你走了 我未走, 我在這棵樹裡 裝著你們 阿信, 你爸爸媽媽是盲的嗎? 他們看不到東西 是呀, 他們去年染了眼病 兩個人都盲了 原來是這樣 那誰養你們呢? 沒有人養他們 我養他們 你養他們 你怎樣養? 我每天走到山上摘水果 有時候找野菜, 山壺, 山樹 這樣就可以煮出來吃 我們是這樣生活的 那如果打風下雨又怎樣? 那些水果有時候可以留幾天 有時候就出去吃飯 這樣就沒甚麼游泳 游泳? 沒有甚麼游泳的 哪裡拿到游泳的 阿信 你真是一個好小孩 肯負責 又能夠孝順父母 你真是值得人欽敬 你讚我做甚麼? 這些說話我都聽得多了 有甚麼用? 我只有十歲 年紀太小 沒有人肯請我做工 我又沒有工作能力 只是有責任的 做乞丐 阿信 我幫你想到個辦法 送他們入養老院好不好? 養老院? 是呀 即是那些被窮苦無依無靠的老人家住的地方 那些地方 我們沒有資格入的 我聽人家說 那些地方要有面子的人介紹 才可以進去的 阿信 我就是想介紹他們進去養老院 你說好不好? 真的? 是呀 你肯介紹他們? 是呀 養老院呢 雖然不是太理想 不過總比你現在這樣好一點 最低限度不用休兩餐已經夠好了 餐餐有熱飯菜 又有油水 那就好過只吃野生果子和冷飯菜汁 是呀 有這麼好的機會 真是好多謝你 那不用多謝 為甚麼你對我們這麼好? 這樣的阿信 本來呢 我都不認識你的 不過今早早 如果不是只有你救我 我現在就不知道怎樣了 所以 我很感激你 就為你設想一下 介紹你爸爸媽媽進去養老院 那就多謝你了 不用多謝 我會跟他們商量的 不過是呀 快點了 因為事不宜遲 我要交代別人去辦理 好呀好呀 多謝你了 有這麼好的機會 他們一定喜歡的 阿信 阿信爸爸 你為甚麼整晚不睡 走來走去 有甚麼為 是呀 是呀 怎麼睡得著 明天我們一家人 就鑑生分開了 我們進了養老院 剩下信仔一個人 沒人教導她 沒人關心她 整個孤兒 周圍流浪 一想到這裡就傷心了 我不是又是這麼想 所以我都整晚哩哩 我心白白跳蠟蠟蠟蠟蠟 我真是不想入養老院 沒有了自己的親人 沒有了人生樂趣 你說 你說多淒涼呀 你既然不想入養老院 為甚麼昨天你又答應去呢 我見你都答應去 我才說去 其實我都不願去 雖然我們是不願 但是想心一層 兒子這麼小 就要他去找吃 還養了我們 整天憑憑婆婆 都不找到一頓正經的 你說 我又怎麼忍心呀 我和你倆都是廢物 又看不見 又幫不了他 還扶養他 還扶養他 既然有人說肯收留我們 那我就說去 是呀 其實 怎麼捨不得兒子呀 那不是呀 真是業障 家裡子散了 我也不知道做錯了甚麼事 要這麼孤單這麼淒涼 不過 都幸好 我們倆夫妻都還聚在一起 這樣也沒這麼淒涼 不是呀 不是聚在一起的 是呀 為甚麼不是呀 那不是一起在養老院的嗎 是呀 是一起在養老院 但是男女有別分開來住的 或者隔很遠 是呀 我和你都瞎了 行動又不方便 那進去之後 都不知道何時才可以見面 原來是這樣的 那我不去了 這次進去養老院 是兒子安排 同意的 兒子都不要我們 那為甚麼好說 那倒是呀 我們不用他養 實在是減輕他的負擔 也不能怪他 明天也要離開他 好吧 讓我抱抱他 再疼他 他睡得很軟 你不要操手操腳 嚇壞他 讓我抱起他 讓我摸一下他的臉 為甚麼他的臉很濕 這麼多水 出汗 和他抹了就沒事了 不是汗 不是 我摸真的 是眼淚 眼淚 眼淚 信仔 信仔 你哭 你醒了嗎 信仔 你醒了嗎 你為甚麼哭 爸爸 媽媽 我整晚都沒有睡 上來明天我們就要分開 我很難過 有聽到你說的說話 我覺得很淒涼 信仔 那你為甚麼贊成我們進養老院 是呀 因為我沒有本事 年紀太小 又不能夠養得你們 那我聽見家安公子說 養老院 有得吃 有得住 我為了你們的生活安定 就贊成你們進去 原來是這樣 信仔 你說真一句 你是不是討厭我們兩個老人家 是呀 是不是 不是 那你是不是不要我們 是呀 是不是 不是 如果你們不嫌棄我養你們不飽 我們一家三口永遠都不分開 真的 是不是真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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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真的 很容易 我可以照回那時候摘東西 去求婚 可以多熬一兩年 等到我長大一點之後 就有工作能力 賺到錢 我們生活就不用那麼慘 是啊 那我們不用去安老餘 真的好慘 不用分開了 好慘 好慘 是呀 你怎麼回覆家安公子 是呀 他一番好意 我們辜負了他 得罪了達官貴人 不是開玩笑的 是呀 不如這樣 我們靜靜走吧 不要碰他 是呀 是呀 我們反正是黑食 去遠一點黑 沒問題的 這樣 明天天江我們入城 找到家安公主之後 告訴他 我們不願意分離 請求他原諒我們 好 他在深山迷失路的時候 我要救過他 是呀 我想他不會怪我們 是呀 是呀 既然是這樣 我想他不會的 你這樣做吧 你這樣做吧 好 好 我今天就在城外 看見一對麻眼的夫婦 他們很窮, 但是很開心 他們因甚麼事開心呢? 我跟他們談了一會兒 他們雖然是窮一點, 物質是缺乏 但是他們有個很乖的孝兒仔 又勤力又忠實, 還很肯幫人 所以街坊都不討厭他們, 歡迎他們在這裡住 這些是好消息 人類是應該有同情心, 報師心 互相關懷才對 這個弟弟懂得孝養父母 很有人情味 他一定有很大的福報 佛陀, 善恩善果, 我們順受奉行 你們大眾有多餘物質或食物 最好報師給別人, 跟別人分享 這是很有功德的 第一, 令他們有充足的生活資量 第二, 令行報師道的人得到鼓勵 讓他們知道, 行善是有人響應, 有人讚賞的 第三, 就是養成自己的報師心 習慣幫助人, 胸襟廣闊 容納慈悲人後的種子 這樣就是中福了 利己利人, 又何樂而不為呢? 剛才大家聽完這個感人的劇化故事 是由葉文爾居士編劇的 而這個有孝心的阿信 是由李兆堂飾演的 宗志明飾演家安公子 沈耀紅飾演父親 郭兆文飾演母親 張炳強飾演阿蘭 王兆強飾演佛堂 接下來我們是答覆聽眾 張萬寧君的來信 他問有沒有證據 可以證明輪迴的真實性呢? 張萬寧君 佛教是講生死輪迴的 歷代的大德 都是跟著發揚這一種的教義 當然他是有證據 也都有很多書籍記錄這種事實 不過這樣 生死輪迴呢 是屬於靈性上的感應 不是說大家彼此用口講用耳聽 這樣就會得到的證據 舉一個例來講 譬如說朱古力雪糕 朱古力雪糕呢 它是有它特別的味道的 假如一個人 他未曾吃過朱古力雪糕 他也都未見過雪糕的 這樣他會覺得很奇異的 是有一個這樣的笑話 說有一個人 他未見過雪糕 他就在鄉下來了 那他就說 要一杯雪糕 要冰凍的雪糕 那麼那個伙計就說 好啊 這樣就拿到來了 那麼這個人 一看見那杯雪糕 立刻耍手說 不是不是 不是這些 麻煩你拿回去 拿一杯冰凍的雪糕來吧 那麼那個伙計很奇怪 這些真的是雪糕 你摸一下 冰凍的 他說怎麼會呢 你看一下 這個雪糕 它上面就出煙的 是熱的東西 然後才會有煙的 冰凍的雪糕 為什麼會有煙呢 那麼那個伙計呢 被他搞到提笑皆非 就說你摸一下 吃過先 如果是熱了 你就不要了 那麼那個人一吃下去 哇原來真的這麼冰凍 啊原來雪糕會出煙的 那麼這個雖然 是類似笑話的故事 不過呢 也都可以代表一樣的事件 就是說 我們耳聽呢 就不如目見了 所謂目見呢 也都即是 接觸到它事實的真相 所以佛陀教人呢 要自己親正 信 解 行 正 就要親身去經驗 那麼 靈性上的體會呢 是必須要的 如果 我告訴你 是有輪迴的證據 或者 我們列舉出些事實來 也都不見得 你躁然會相信 佛陀也都說 人家說 你就信 天下有這麼多人 那就天下有這麼多樣的說法 你信得哪一樣呢 所以 你應該要親身自己去體會 佛家有一種親身體會的方法 這一種就是禅定了 如果你是用禅定的修養 再加以般若智慧的接觸 那你自然呢 是會 得到 輪迴 恩果 以及菩提 涅槃 的真實性了 最後是答覆 邵華將軍的內信 他說他自己是佛教徒 但是朋友呢 就不相信輪迴的 應該怎樣跟他解釋呢 邵華將軍 你這個問題 跟剛才張萬寧君 那個問題呢 是有類似的地方 請你也都向他參考 那你說呢 因為你本身是一個佛教徒 當朋友不相信輪迴的時候呢 你自己覺得很難過 同時又覺得很慚愧 令到你有一種自卑感 這些是不需要的 凡宗教的事幹 是需要個人去親正 我認為呢 你除了根據道理之外 你最好自己本身 也都是去親正一下 藉著禪定的修養 令到你加深對於佛教的認識 那時候呢 你就可以啊 自己真真實實 領會到 甚麼是真理了 麻煩葉居士 有一件事呢 我們是非常之高興的 就是我們這個節目播出以來呢 不止收到本港人士的來信 我們也收到很多海外人士的來信 那我們是同樣歡迎 各位有緣的海外人士 來信信問有關佛學上的問題 來信請你們寄來 九龍遊商 二百號 香港電台 第五台 空中結園 節目主持人收 那我們就會來你解答問題的了 好了 下星期同樣時間 再會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随人生的方向转 深呼气不申愿 一切事就让他空中结缘 感谢观看